春天你会回来吗 我会回来的 我会回来的 此刻你要想我吗 很想 我很想 很想 很想 心底没有说的话 希望你回答 去年训练我去了第一站 上海站 那小高老师也知道了 上海的歌迷 已经在上海 等了您好久好久 不过我很幸运 有机会在学生时期 看过您内地 首场演唱会 当时的票根 我还留着 后来呢 在上海见到您 是在2011年 微凉的记忆的签设会 当时还有机会 跟您握手 去年我觉得 能在演唱会上 看到老师 就已经非常非常幸福 不管您唱什么歌 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 我都觉得 超级超级开心 2023年的 年年不忘巡回演唱会 从第一站 武汉站 单枪匹马地去看您 再到后面 陆陆续续和认识的 新的小伙伴们 奔赴您的演唱会 一共奔赴了9场 最难忘的是南昌站 因为南昌站 我和您成功起心啦 那个画面会一辈子 记得我的心里的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老师您在演唱会上提到了 之前来我们聊城音乐节 在大雨里 在泥地里和我们一起 狂欢的美好回忆 关于念念不忘的巡回呢 我一共参加了7场 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呢 是广州场的《黄梁梦》 这首歌呢 每一次听到 都会让我想到 那个年纪小小的自己 背着书包 戴着耳机 耳机里面是那个音乐 走在每天上学 放学的路上 近年的念念不忘演唱会呢 我去了两场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 就是把那个青花啊 又重新唱了一遍 一首歌唱两遍啊 特别温暖 特别感人 周叔叔 我妈妈还是小女孩的时候 都喜欢连 去连我妈妈 在你 让你看到六场演唱会 最开心的时候 爸爸妈妈在天津 给你过了生日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天津的时候 跟全场的歌迷一块 为老师唱生日歌 武汉演唱会是我这辈子看的第一场演唱会 所以整场看的感觉都是很不真实的 就有种很虚幻的感觉 我终于看到了老师的演唱会 最难忘的呢 我遇到了十年十多年的钢丝朋友们 每看一场演唱会都觉得很宝贵 不知道下一次看是什么时候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长沙展了 现场不断地接收到了你的回忆 苏州战士老师在羡慕的时候 老师说我们带着这个力量 带着这份回忆 坚定地走下去好不好 我特别大声地回应了一句好 去北京看年的 去年的十五场演唱会 我只到了一场青岛战 遗憾但也很满足 在青岛的舞台上 看到你感觉跟上一次 就是六年前的在厦门 你更轻松 更放得开 更自在在舞台上 还在等老师来台湾开演唱会 老师赶快来开 我想听快的练习去 学一会儿 还原 你就是我最爱的精选 雨打花瓣的声音 以后你会明白 心结 幸福的瞬间 心结 空缺 向北非 一首小刚老师 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歌 它叫寻找童年 我终于学会 舍不得你走 晨烟 地地地 星空下 寻找童年 最想听到的四场歌曲是 《最爱你的时候》 星空下 关胖的窗 我还记得十一年前 来瑞典之前 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你说的 来瑞典开演唱会 我满怀希望 希望能在这里听你唱歌 如果能听到现场榜的副别曲 那就太完美了 是因为我自己是03年的 老师的很多作品可能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发表 但是我仍然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情绪 并且获得那份力量 我觉得这就是用心创作的音乐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而我从老师这里学习到的东西能够让我用一种更加开放 包容勇敢的心态去面对我自己未来的人生 就好像一个长辈在告诉你 我都可以打倒这些困难 你也一定可以 想对老师说的话 还是感谢老师 谢谢你 就像你的远分的亲人一样 谢谢你一样的感觉 这个世界还是有温暖 有音量的 一直以来 其实我都想对老师说 谢谢您 谢谢您的音乐 陪伴着我 很感恩能够遇见老师 遇见老师的音乐 是您的音乐给了我浅情的动力 谢谢老师 希望老师真的能开满一百场演唱会 希望陈老师能够一直持专题 不要放弃对音乐的创作 一直创造世界的经验 一直把音乐做下去 我想对您说 我们不怕路途的遥远 未来我们多多见面吧 我心中永远的少年 其实一路走来 我觉得我们都是相互陪伴的 小刚老师谦卑的品格啊 还有一些时髦的服饰穿搭 都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还有老师一直都是我的精神支柱 所以去年看到老师因为巡演啊 音乐节啊 收获了一波又一波的粉丝 我真的非常非常替老师开心 我希望老师能够平安健康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歌迷 越来越多的钢丝会陪着老师的 小刚老师 您的歌声陪伴着我 从一名懵懂的少女 到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希望接下来 您也可以一直唱下去 我也会陪着您一直走下去 老师的歌曲 陪伴我们成长的整个的青春和岁月 那时候是一个高中生 现在已经读到博士了 那么多年 伴随着我们一步步成长 那我未来想给老师的期许就是 希望老师能够继续出歌 继续办演唱会 陪伴我的孩子 一直在读到博士 再陪伴我们二十年 好吗 小刚老师 无论何时何地 请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钢丝一直都在 也一直都会在 我们从来都没有失散过 永远都是你的钢丝 爱你 未来的日子 我会陪着你走到世界的尽头 就像您唱的暖风那样 我们不常联络 但感情从来没有编过 好 像 跟老师说呢 老师 扑扑的永远会 陪着老师到世界的尽头 我们会陪着你 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我们会陪着你 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现在 不知道 今年的哪一场演唱会 有能到场 但是呢 先祝你 2024年 念念不忘 巡回演唱会 轰轰火 顺顺利利 圆满成功 我还要说 你在 我在 不管 距离多远 爱你哦 大量 词 中文章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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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